既然我得不到我想要的 那我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把我十三年时期的家人 全部带回来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害得公私倒闭 这不是我的初衷 后来我不是把钱一分不少 都还回去了吗 那你为什么要把钱转回来 小敏 小敏因为我要报复你 才导致他死的 小敏劝我不要那么去做 我不听 看他依然不离不弃 可是我利用他对我的爱 我让他等着忍着 直到有一天他承受不了了 离家出走了 他就遇难了 我才发现 我做的这一切 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用了十三年的时间 我最好变成了你 所以我要把钱还给你 你不想变成了你 你不想变成了你 你不敢变成了你